3. 航空運動 由華直說一分鐘 號資1415億元 歷時十三年的機場三跑系統 11月28日下午正式啟用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啟用儀式上致辭時 對航空業提出三個要求 全速恢復航運力 積極融合灣區優勢 以及全力擴建國際聯繫 三跑对香港的意义绝不仅限于航空业,也将覆盖至旅游,将贸等多个领域,不仅本地航空公司应把握三跑机遇,开展更多航线,航班,其他行业也应乘势而上 据机管局预计,三跑启用后飞机升降量将从每小时69架,逐步增至102架次,到2035年,三条跑道每年可处理1.2亿人次乘客,以及1000万吨货物 独立顾问机构研究指出,三跑系统在2030年,可为香港带来1840亿元经济贡献,占本地生产总值4.9% 三跑对于一带一路窗耳亦具有重要意义,有学者建议开拓更多一带一路国家航点,增设值航航班,为一带一路下商贸往来提供更多便捷 此外机管局于26日宣布斥支约43亿人民币,扣入珠海机场35%的股权,令大湾区内机场合作更加紧密,机管局亦可值此契机,通过珠海机场进一步拓展内地客源 优化珠海机场与香港国际机场的地面交通,为香港机场带来更多客流,令香港的国际航空网络与内地航空系统优势互补,更好发挥三跑的经济效益 三跑启用将成为本地经济一大推动力,但航班量与客流量的增长,意味着香港国际机场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压力 政府除了应利用外劳输入政策,以及各项人才政策,引入足够人手支撑三跑运作 也要根据三跑容量作出更多预演,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应对机制,确保三跑可以正常稳定运作 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有任何意见,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